那也就是VPA裡面的寫法有兩種 一種是SUB 比較常見 因為SUB的話好處就像按鈕 按下去就跑 你也不用管 可是Function呢 它也是一個執行的方法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我是覺得它不像那個SUB這麼直取 可是它就是會變成說多一個步驟 也就是你將來執行的時候 你變成不能夠在哪裡呢 不能夠在這邊執行 特別注意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就是奇怪SUB就執行 結果他每次一按 然後就跳這個訊息 然後就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這個程式不能執行 我一看 同學你是Function呢 當然不能在這邊執行 OK 他才說 對 老師你有講過 而且不只一個同學 很多同學都問他 然後這到底哪裡 可能你們不熟啦 我可能熟 所以我一看Function就記得一定不是從這邊 那因為以前教的都是從這邊 所以你一直就會很直覺 好像你就已經被 怎麼樣 就是有點像那個 這個已經制約了啦 有沒有 好像你就只會這個方法 OK 所以以後看一下 Function不要從這邊 那從哪邊 還記得吧 剛剛有特別講 就是從這邊 插入那個Function有沒有 然後使用者定義這裡 就會出現一個 那你說老師 這個名稱我不喜歡 沒關係 你可以改 他將來就變成 如果你要改中文 請你把那個Function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要改 你不能亂改 改的話 比如說你說老師 那這個名稱 我當然去RGB給我每一釘是英文的 可是如果你要改的話 比如說你想這個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入街道好了 或者叫入街道函數好了 假設 入街道函數 至少 親切很多 可是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記得上面這個地方改之外 你還有一個地方要 還要改 哪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 反正你底下如果有兩個 你就要改兩個 那它的運作方式就是說 它會返還結果給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本身 又會返還結果到儲存格去 OK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RUN的方式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改上面 記得下面如果有同案名稱的話 那要跟著改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用取代不就好了 有沒有 你可以用編輯取代 然後把它取代成你要的名稱 那就絕對不會有問題了 反正全部改 絕對不會錯 好 那改完之後的話 那這個時候當然名稱不一樣了嘛 使用者定義就出來了 入街道函數 看起來好像就親切許多了 對不對 雖然其實也沒做什麼事 只是改個名字而已 基本上就親切很多了 按確定 然後呢 你就是 如果你這個address 你說 老是address可不可以改 可以啦 你自己再找一下 把address取代成地址 它也會變成地址這個名 把這個藍位給他 選錯了 應該這個 那答案就正確了 按確定 然後就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其實他就是把每個儲存格都套用 剛剛的那個程式 所以變成說他會跑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點 他跟那個sup最大的差別是說 sup是跑一個回圈 他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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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執行 那方旋的話呢 是填滿之後 他一個一個的去執行那個方旋 所以這個run的方式 其實還蠻有蠻大的不一樣 那至於公式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 等於入街道函數刮虎那個儲存格 那所以如果你把它寫成方旋的話 比較接近e-sale 因為他其實就在e-sale裡面被資金 所以甚至呢 你那個 怎麼樣 那個開發人員那邊其實你都不用動盪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方形給別人用都沒關係 這樣你可以寫 比如說你公司那個作業裡面很多地方 都要寫一大堆那個動作有沒有 然後寫一大堆這個公式 就是才可以完成的話 那你把它簡化嘛 然後大家都可以用啊 有沒有 大家一許 如果大家都可以用 然後一打開就可以用 可能還要用真一級 不過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方法 一打開大家都可以 OK 所以至少你要會用 所謂的那個方選 方選部分 那我有把剛剛那段程式嘛 直接就貼到雲端上 然後這邊有寫到就是chargeGP 而且我甚至把那個chargeGP網址這邊 直接給各位啦 那意思是說你可以自己在 把你的問題貼貼看 OK 甚至你工作上面 我覺得都可以拿來套看看 有沒有 其實去術方法很簡單啦 反正你只要打一個他看得懂 就跟你再跟一般人講話差不多立試 至少我覺得比 跟工程師講話好像 我覺得回饋更好一點 因為工程師有 有些工程師可能也脾氣怪怪的 有時候懶得理你或怎樣的 要不然喜歡睡睡念之類的 像我常念到人家 抱怨說 為什麼工程師都有點怪怪的 要不就是直男有沒有 講話就是 對然後你跟他勾 好像講話就是 因為他覺得你沒有那個術 所以他也不想要跟你講太多 然後就自己講自己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一種素養之間 因為變成說 有時候你問的問題 讓他翻白眼 對他覺得說 怎麼會有人問 比如說突然我上課之後 如果沒特別講 你可能什麼是GPT 什麼是CHAR-GPT 有沒有可能會有人問這種問題 那當然 如果懂的人會覺得 蛤 對不對 OK 怎麼會有人不知道 之類的問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會 對 所以 這就會有溝通上的障礙 那我剛剛試著把它改一下 我最後的話 在後面加一個逗點 有沒有 然後還跟他講說 請用 SURB程序 或者你用SURB也可以 我想應該他也看得懂 請用 SURB程序 幫我撰寫 OK 甚至刮鬍一下也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 CHAR-GPT真的 我覺得他理解能力 甚至比一般人還更強 我覺得他第一階段好像去 幫你去切齒 然後再幫你去判斷 到底你問的問題是什麼 而且會把你的問題當一回事回答 很認真的 不會翻白眼 不會翻白眼 而且也不會跟你那個基同鴨講 有沒有 或者是說答非所問 要不然就是打高空 要不然就是好像愛理不理的樣子 不會 所以我覺得CHAR-GPT是還蠻積極的 所以你會發現 他好像有把我的問題聽進去 所以我Enter之後有沒有 或者按送出來 這邊有個Send有沒有 Send Message 丟出去囉 他就真的幫我把我需要的程序寫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 當VBA轉寫SURB程序10 底下也幫我把程式寫出來了 那名稱也是一模一樣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好像少了一個 他 OK 反正他有給我們一個Send是沒問題 所以如果要使用的話 很簡單嘛 就是直接Copy就可以了 Copy More Copy Call 然後把它Copy之後的話呢 那一樣呢 我把它貼到哪裡呢 一樣就貼到 方權的下方好了 也許我把它貼到下面 那你說老師那個模組裡面 放SURB放方權要不要分開 不用啦 放一起也沒關係 不影響 然後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你想說 那我就RUNRUN看好了 RUN的方式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是一個SURB 所以 直接RUN就OK了 所以直接游標只要放在這個SURB 跟EnterSURB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 你按下執行 他就會跑了 但是我跟各位講 以我的經驗 一定會有BUG 所以呢 那個BUG也不是很大的BUG 但是如果你看得懂程式的人 你就知道 把某個東西刪掉就好了 或者把某個位置換一下就好了 好 那當然一般是直接執行 比較簡單 可是他會錯啦 所以我一般按F8 F8的話 就是足行跑跑看 如果錯的話 我就先看一下 第一個就錯啦 這個錯在哪裡呢 ADDRESS 就是 顧名11 應該是取得F2裡面的 F2裡面的這個資料 那你會發現呢 他前面這邊多一個什麼 叫Worksheet 刮胡 顧 顧数 應該是 工作表名稱 這個叫工作表 有沒有 刮胡是他的工作表名稱 那我又不叫 stress1 所以他一定會 這個一定出錯 那錯在哪裡 他出現的抽選是什麼 正列索引超出範圍 这什么东西 你根本完全看不懂 其实你回头看 征错一下 其实你会看得到 其实把序折一 改成资料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解法 第二个解法是 你根本不要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 那你就直接取什么 取F2的资料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就把工作表名称 delete掉 那他就直接把F2的资料 放在address 其实我之前写的方法 后面是没有点value 其实你加不加都可以 ok 点value是说里面的资料 F2里面的资料 那其实你delete掉 他也是F2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都没加 其实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我城市撰写的风格 第一个城市越短越好 没有人喜欢城市写一大堆 ok 所以如果可以不写 那我理论上一律不写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也就是说你写了跟不写 结果一样 那干嘛写 写那么多干嘛 对 难不成你喜欢城市 那个看起来越复杂 表示你比较厉害吗 当然不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不过既然他有写 我先不要改 反正刚刚的最重要的错误 是那个地方 顺便讲一下 你会发现 老师你为什么 你上面都没有写这些东西 这什么东西呢 这是宣告变数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宣告变数 跟不宣告变数的结果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不要 那我的习惯也是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我上面都没有宣告 可不可以 可以哦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把 想要把它删掉 没关系 好 那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我就让他跑 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路 他好像逻辑都ok了 也是用Instreet ok找一下 所以他等于是用那个 Instreet取代Find 这个底下有没有 零里区嘛 路切到 我觉得他这个写的蛮ok的 然后切的话 理论上他就输出了 如果 而且他有判断 他判断 他判断位置 就是说有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是输出结果 但是你会发现的输出结果 他怎么跳过 对 他是先把最后的结果 先放在这里面 厦门 他得到了 他切到结果 然后呢 那再丢到哪里呢 丢到G2 可是问题来的 G2是什么 G2是中正区啊 我们应该放哪里 放F2才对啦 H2 对对跟这一样 而且前面一样 不要有工作表名称 所以哦 这一个sub最大的错误 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工作表名称 一个是最后输出的这个H2 其实改完之后 不对 这个还少一个 所以这个改一样就是 简一这个把它拿掉 有没有 就改完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改了第一个 就是这个前面只要有那个工作表名称删掉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后面这边一样工作表名称 然后呢 这边G2把它改H2 后面-1拿掉 那理论改完之后 我们来跑跑看 理论应该OK的 这个执行一下 他跑一个而已耶 他跑一个而已 所以理论上还差什么 再跑个回圈就好了 所以他等于回圈要叫我们自己写 OK 所以其实是可以跑 但是只有跑一个下门街 然后后面的话变成说 你还要自己懂得会写那个回圈 我们从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可能要多一个I 有没有 然后自己再改 OK 所以其实这个最后的程式好像还没 他可以弄 但是还没有完整 OK 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自己写 其实不用写那么复杂 所以你会看到我云端 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我已经写好的 就这一段 在第几页 第十五页的地方 这个是我写好的啦 OK 所以我们 当然CHRGBT也没有说不好 只是说我觉得他得到的结果 真的是可以参考 至少比没有来得好 那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我这边写一个路接到VBA 这个是我写的 自动跑完了 OK 程式其实不多 就是这么多而已 但是你说老师程式很长 那你这怎么写的 OK 也许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就是我一样把刚刚那个CHRGBT 得到了这一段程式码 我把它copy好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同学 一样我把它贴到方圈的下方好了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 那他的错误 基本上就是有几个地方 那一样我待会也许就是 会帮各位用这个笔 这个把它这样子一下 你们应该就比较好看懂 所以啦 可以理解就是说将来 如果你要用CHRGBT之前 还是至少要看得懂 这个基本的程式 否则的话你连改都没办法改 即便你会用CHRGBT 也没办法 那其实我刚刚有试过 我用那个Googlebar 来产生一样的事情 我是觉得Googlebar得到的结果 好像没有GT来的好 因为我看他写的程式 这写法我不确定 不过我觉得好像看起来 CHRGBT写出来程式会比较通用 那Googlebar好像还有那么一点 进步的空间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不妨可以把目前这个 聊天AI聊天机器人的主流 两个平台 一个是CHRGBT 一个是Googlebar 都可以试着玩玩看 那因为这两个平台 即将改变世界 没有啦没有夸张 OK 但是我也不夸张 是真的会改变世界 只是有改变的方式 改变的地方在哪里 OK 是会因为这样的关系会改变 所以你会慢慢发现 聊天机器人慢慢会无所不在 会在所有的产品里面 会看到这些东西 OK 所以随时的话 也许 可能会从资讯通讯业开始 慢慢会延伸到所有家电业 OK 试试看 甚至以后的那个像 电动车 OK 里面也会有AI 所以目前的话看起来 好像跟AI有关的 相关的产业 好像都一片荣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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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